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開始之前要講恆生指數 17795 跌456點 期止是413點 今天必要講的一件事 當然是騰訊 美團那些 3690 現在是153個日 其實都是差不多 因為今早看大隊員下去之後 都是開5分鐘 但你的頭部遮住了 就橫行 這裡就不停橫行 好像還未有細會跌穿 那700 都是開5分鐘圖來看 都是差不多 不過好像是升了一點 最低位是 288 最低位是 281.2 對啊 太久沒看過 這個 好像我跟你說 給D一個容忍到我 然後我就說 昨天 其實我看到Line May 一個小小新聞 《人民日報》 出了一個新聞 經常說 現在終於發現了 遊戲是重要產業來的 可以改善到我們的科技 增進到我們的電訊知識 無論如何 所有的都沒有 沒試過那一陣子很短的時間 全部夾了 但今天就回回了 尤其是心動是完全升幅 沒有了 然後還有一個 9999 也有關事的 但9999 它自己也有問題 無辜 這個也是專門的 沒錯 還有什麼302 302 中手遊 對 又是沒有了 那些星風 去完那一把天線之後 又回回 最後今天 其實大成交顧 然後 昨天 我昨天就好像很奸 我自己出自我把口 你出自我把口 出自我把口 有點奸 因為呢 騰訊就拉美出業職 是 出業職的時候 就爆了這件事 那我就跟當日 即那天那個嘉賓 不是嘉賓的夥伴 就談 我好像好像鬼 是 無緣無故這樣出 然後 今天就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摘古一早晨 講多些話 跟我和Gary 然後 派鼓 嗯 好像上次那樣 派美團 這次又 但是美團的聲服 現在就喘定了少少 有沒有什麼看法呢 這個是第一條問題 關於騰訊 是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繼續沽呢 因為 南非大股東 都還有25億 現在他除了整首騰訊之外 他接下來是整首美團 整首美團 我擔心他接下來 又會整首快手 對 整首快手 其他什麼都拿了 給他了 那我就想著 那怎樣部署呢 現在他們就是 三月才到貨 三月才到貨 現在就整首 這個騰訊 怎麼算好呢 是 那我想 業績其實就 我覺得OK 真的比預期好 是 第三 特別對比第二季 你看到環比上說 無論收入 浪跡的數目 其實全部都是比預期好 所以 其實本身 你說今天開出來 有些高開 其實是很合理的 是 還有 他派美團 這件事 你從騰訊角度來說 其實 都不是一件差的事 因為大家都預期了這些動作 你過去又派過京東 又減遲過C 你都已經預期了這些動作 還有你今次變相 是這樣派京東出來 即減京東的時間 你從 美團 是 美團 其實你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想 應對 有些內地的監管要求 其實都是一件正確的方向 所以 其實本身的騰訊 我覺得 不是真的特別淡 所以你看到今天來說 當然跌 可能真的有關過市市 其實他還是跌得少過市市 其實你也發現他算是比較強的 如果剛才你數下 你拉到其他遊戲股 騰訊是最硬的那一隻 都是 今天來說 所以反映回 其實剛才提到的因素 我覺得 暗底大家看法算正面 但是只不過這麼說 騰訊 這半個月左右 由200元不夠 上到今天最高差點是300元 剛剛升到差不多100元 即是五成 所以 甚至業績已經出賣了 我覺得 無論如何都要休息一下 其實是很正常的 所以 你說這些位置再跌下去 即時有個上升 我覺得就不算 但是如果你說 回心多一點 其實騰訊 我覺得看法上 又不是真的太過悲 雖然不是說 回到以前的高增長 即是這個根本上 一定是 接下來這年都不可能住 但是我想 現在只有十倍 鬆一點的PE 可能高了十多倍 都有這個空間 所以 所以如果低一點 我覺得是直撥的 還有 就是剛才看完 就是接下來 其實騰訊自己 昨天也有說 就是那些遊戲 他都覺得可能會快批一些 是出了一些遊戲 是的 還有就是 剛才提到 昨天美視為何炒 遊戲股上來 都是人民日報的 那些文章 評論 大方向來講 如果你說 內地的政策 真的對於遊戲 產業和以往不同 可能是 又覺得是重重的 或者是放輕一點 其實對騰訊一定是有利的 所以前景 我覺得又不是說 即是會開始好一點 所以如果你說低一點 譬如去Igon 我覺得等多一會 即是有機會 到2006邊這些位置 才慢慢去考慮 會好一點 是的 但因為我看到其實近來 有大成交 今天那個細 為何我會覺得 今早也有提到 騰訊 我不敢沽他那個原因 就是因為 無緣無故 官媒那裏 就出了一篇假的評論 是的 反而我就是覺得 3690 都可以 繼續 吐沽 大家要一些稅股來做什麼 就是 都是部署下 這個是最麻煩的 是的 還有我就是說 黃先生自己也減遲 是的 然後3690 這樣被人賣 今天這樣跌 是不是一天反映了 那我想他也是想說兩隻 700 嗯 700其實我剛剛也有跟Wafi說 我喘定了少少 是的 還有一八天線 加上我開回那個周線圖來看 其實樣子都不頑 是OK的 還是OK的 今天是星期四 是星期四的 其實都不頑 挖住這個 二十天 沒錯 但反而3690 你覺得 尤海 NASPRAN 有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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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轉移了下去 你有我給你上股 不要緊 我給你其他 你先股其他先 是的 你覺得怎樣 這個 那當然 其實挺絕的 其實OK的 沒錯 給了其他 你選股 你不如先股美團 你不要股我 可能是這樣的想法 所以 暫時來說 可能美團短期的價 會差一點 因為其實 坦白說 一來水股 雖然不是馬上回來了 都不太快 三月 但是 你如果參考之前京東的轉 其實都是公佈完之後 其實有一段時間 都走得一般 走得一般 走得一般 走勢 所以我相信美團也有這個機會 可能暫時都會比較反覆一些 還有 你所說 自己的創辦人也有些減辭 當然 你長期來說 是否看得很淡 我覺得美團也沒有煮 始終 生意一定都有 內地 亦都是很大的覆蓋面 還有內地有一樣東西 是不是要注意廣州那裡 是兩萬單 其實現在都嚴重 然後 我不知道會不會封城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更新 他封城 他現在應該 應該 斷區去 斷區封 應該不是以往那隻 但是 如果他封了之後 那些人都要吃飯 喔 配給 即是 類似一個禮拜 找一個人出來拿 但都 好像是 之前聽過 好像是 對於美團來說 其實都沒有什麼大的振興作用 不知道外賣可不可以喊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 我要問一下國內的朋友 或者摘古你們的資料 可以告訴我 但是 現在又封城 有機會 有機會 疫情是嚴峻的 所以我想暫時 美團 你說這些價錢 就一定不會 特別維持 就是 我覺得多了 可能 變相被 被人顧的因素 對 被人顧的因素 而且你看 走勢 之前剛彈到 100天線 現在又打回 穿了 500天線 似乎 這些中長期阻力 都是大的 我覺得 真的可能會 試低一點 其實價錢算是很強的 價錢 即是 就算這樣被人顧 沒錯 現在是150元 你想想近期最低的價錢 都沒有穿三月份的低位 三月份在這裏 不是 每次三月份 還是第一次 再前些 你按那個 減好就可以了 107元 但是很遠 所以其實他一直以來 都是算強的 但是你其他估計 我明白你說什麼 就是大股對穿 是啊 他算是這樣的 是 看什麼片 哦 文企老闆 有誰 不是致遠 他在你全島 你未夠班 你好 沒有禮貌 不是啊 我覺得很好 人家叫Wafi 但是如果這樣看 因為先看 再看9618 我記得好像就是 有觀眾提過我的 今天 12月 12月 被騰訊出同一招的招數 減了京東之後 是嗎 我記得是12月 立即看看 對 其實他都沒有再回過什麼高位 但都 我記得好像是12月 都算是這樣的 上年 對 我記得是 但都算是這樣的 你覺得京東最近的走勢 或者那個方向是怎樣 因為 我之前都有說 有人經常把他跟阿里巴巴對比 就是雙十一 但今年阿里巴巴的雙十一 就沒有 喂呀 好煩啊 立即響回李全島 因為阿里巴巴的雙十一 他好像沒有公佈 沒有公佈 他就說是持平的 對 這個 都 都合理的 或者你反過來想 他們不公佈 不告訴你賺幾千 就不用給別人功夫 就是啦 低調又低調的好 現在就懂得玩 如果我還告訴你 如果賺得很多 就更慘了 如果你從這個角度來說 其實是OK的 就算他真的有錢賺 或者賺得OK 他都不說 都是跟政策大方向配合 都無謂太高調 即是不說 是的 但當然 你從實際角度來說 這樣想都想到的 增長放慢都很合理 是 即是你無論從基數角度 就算年年 就算人們好爆 都沒有理由再幾乘幾乘上 這個不實際 這個不可能的 即是這個不可能的 即是這個不可能的 即是經濟不好 對 另外另外經濟 即我當你經濟無變之下 你的基數高到這樣 你都不可能下下再幾乘幾乘 而且買東西都不會買得那麼多 是啊 是 所以都合理的 當然 當然 如果你從近幾次這些大的節日 什麼雙十一 又六一八 又成 可能京東還是比亞利做得好少少 即是你特別之前六一八 那轉也是 增長還是OK少少 但當然大家都不會說 預算是一個很高的增長 所以其實大體上都一樣 我想大方向 你說要去一些高增長 拿到高估值就沒什麼可能的 所以只希望慢慢覺得聚壞時間過了 不會再加劇監管 慢慢是定一些 所以我想是這些因素 令到久不久會有些股價 股值的收復 但你說大升 我想暫時還是難一點 暫時要看一些 傳導是要來響 其實我挺喜歡別人響我的傳導 因為我覺得很密切 我也覺得是 以前中學那些都是喊全名的 沒有人會叫我英文名的 就是 然後我們另外就要說多一件事 就是 行訊下個目標減持快手 快手 然後我再看回這個CCASS 我以為而已 我以為阿爺入很多 其實雖然他都持倉很多 不過呢 講A股那一邊 但原來都不 頭十大只有一邊的A股 另外那邊是排第十天 原來都在走貨 那都OK 這樣 想不想有什麼報處 因為大家都在猜 那都大機會 如果熱騰訊拿著快手 現在十七個百分之大 也要求近兩成 那你每一隻差不多兩成都是猜的 也是的 所以這隻都預料了 預料是可以猜的 不過未必在這一刻 應該不會在這一刻 我在想會不會夾高一些才猜 從陰謀論體可以這樣想 是嗎 但其實反過來 他夾高又沒有什麼 對他來說沒有什麼特別 他又不是真的沽給別人 他也是派出來的 又拿了一堆 他也是派給別人 所以其實夾高又未必完全有誘因 但如果你從以往 大家覺得減持的角度 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但是你預料下一個可能就是他 我就是覺得幾快 應該都幾大機會是他 可能又等下次規矽 或者業績 下次規矽未三月幾時 通常都是等業績那一刻才說 是啊 半年一劑 估計 現在開盤估計 什麼都可以估計 怎知道很快又再估計 還有他三天之後都出業績 對 三天之後 還有另外就是 除了剛才說爆聲 昨天那一堆 就是手遊好 然後9999 今天都會出業績 但待會再說阿里 因為阿里今天都會出業績 很多 明天在京東 是嗎 剛才她有沒有說 對 明天出業績 這樣說 其實都可以撲 一堆都出 是呀 可以後 剛剛說是9999 是 9999爆聲完之後 今天就 我就說 不知道會不會有牌跌呢 因為暴雪那邊就主動說 拜拜 這樣 這樣 是 好 是啦 那有沒有什麼看法 因為我要開回那一堆新聞 是 他說單方面 就終結了十四年的授權合約 嗯 股價呢 一出完之後 開回分中套來看 就馬上 到下年年頭沒有了 沒有了 即是一月二十三 其實很快 很快 很快 開回分中套來看 都可以看到 這樣跌法 但是跌到九十七度 有機會跌到九十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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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總有些人偷下雞 這個就一定的 偷一點 對 偷一點 但是不接著 因為看實際這件事 因為個案和暴雪的合作 始終暴雪本身 其實都在大陸很多競爭遊戲 是 是 對網易一直以來都會霸佔過 但是二的因素 譬如你那些 什麼 魔獸爭霸 暗黑破壞神 大家這些都玩過 暗黑破壞神 暗黑破壞神 這些都出名的 其實全部都是 來自於暴雪 甚至是令到網易 為什麼一直以來這麼強 但是問題是 如果他真的和他中斷了這個合作 那些遊戲就怎麼辦呢 暫時沒有說 暫時沒有說 但是我想對網易的業績一定有影響 因為始終剛才說這些合作 你只看以往 這個可以叫做第三方的遊戲授權 所以以往網易 在去年那份業績來說 第三方的佔比 特別在過去這幾年 其實整體佔比 收入佔比 大概去年去到差不多9.5至1成 所以你可以簡單理解 基本上沒有了這10% 其實都是有影響的 所以我想股值 之前有調整是不奇怪的 所以你的股值一削 你的股價今天這樣倒是很正常的 當然你單日來說 可能跌得很急 所以低位又會撩一些 或者可能稍微 例如一兩天 會修正一點 不奇怪 但問題就是 實際對業務真的不同了 所以我覺得 整體要看一看之後 不知道 會不會突然有彎轉 也不知道 是 不好意思 因為他突然彈了 嘩 沒事吧 嚇死我 我一說完爆聲 你又打電話 什麼啊 有很久會 因為不要這樣 他那些 開周線圖 他今早已經是這樣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會不會 還有會不會 還有他 仙古來的 我不知道怎麼說 對 賊古哥 你突然夠不夠有一支東西 對 你看九月那次也是這樣 不知道什麼事 這樣打下來 對 但這隻其實是做什麼 我自己立刻看 我也不知道 我也想看看 是不是遊戲 也是遊戲 是遊戲的 是嗎 這個是遊戲的 但他有什麼遊戲 我真的不知道 嗯 優化 什麼什麼 我都不太知道 雖然我還是轉回 9999 因為仙古這些 這一集不說了 對 在第二集那裡再說 但我就是網易 現在雖然他有暴雪這一宗 但始終都是說 下年一月 雖然很快 但是今天都會出業績 始終 那個遊戲版塊 或者他的業績 你有什麼看法 有機會 好像騰訊那樣 比預期好一點 是 你或者都可以說 因為本身大家的預期 都比較低 是 因為其實 譬如昨天 騰訊還沒出之前 其實基本上 整條街都估計 一般 所以結果 才出來比預期好 所以 網易都有可能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 問題就是 除了看過去的業績 之外 真的看前瞻 指引 那樣東西 如果你說這一刻 爆了一宗 就是這個暴雪因素 來講 那會不會 之後 在他身上的遊戲 沒有這麼多的憧憬呢 這個 都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我想 就 不特別建議大家 搏那個業績 是 是 還有你昨天 剛好看日線 這幾天 彈到五十天線 是 之後 今天一瓶大陰燭 再打下來 都有少少少短線 可能轉一轉小的味道 但是你覺不覺得 它打下來的位置 都挺漂亮 因為譬如 剛剛下回之前的位置 是呀 下回二十天線 我當一下 幾公斤 不要跟我計 但是 現在的低位 縮起來 去十天線 就是 會不會都覺得 好像挺帥 那個圖 做得挺好的 剛剛有些支持 但是 博物就有些風險 但是你覺得 譬如人民日報 這樣出一宗這樣的事情 比較利好手遊股的一些評論 是 在這個版塊裡面 你覺得 會不會都可以再留意一下 現在 因為有些人都會這樣想 人民日報出了這樣的事情 就是爺爺有機會 應該方向互改 或者應該會支援一點點 說到又要AI 又要科技進步 現在難得 有些人的看法 難得全部打下去 會不會都可以重新再部署 這個版塊 我覺得可以 撐一下 剛才說 騰訊也說了 我覺得 前景來講 是好一點的 但是當然你說 整個行業 你要真的 營利回高漢 我想暫時都沒有那麼快 就算這一刻 我們政策是轉向 可能要支持 但是 畢竟 其實行業的增長 特別 現在的基數其實不低 本身來說 所以 增速 會相對慢一點點 還有 說就說 轉向 但是我想之後 都會看著 譬如很簡單 可能是批版號那邊 是不是真的 再加快 或者每一次的量 多很多 這些都是要再看的 所以只可以說 方向是樂觀 但是 立即有個很大的 正面刺激 或者推動 要慢慢看下去 但是如果你說 整版遊戲股 真是樂觀一點的時間 我想選擇 我都會偏向龍頭先 騰訊其實是 會正面一點的 因為騰訊好像 他想說到 294 duel 額 頭遊戲 到升 其實 我已經在iamo 但 ar 不會像是 她已經講了 在九月時候 已經拿到一個新版本 是的 他あります прим 很快 2023年 都應該有個增長 即是說遊戲版塊 那方便 如果你從另一個角度來說 其實算是厲害的 因為你剛才也說過 過去那一季 大家本身預算是差 而且看實際上 它身上又沒有什麼版號批 因為年初那幾轉 到年中那幾轉 每次都沒有它們份 所以沒有什麼新版號批 舊的 其實大家看新聞都知道 只有一兩隻 又上到下的榜 是否要吃雞 是不是叫吃雞 是的 還要排得比較厚一點 但沒有以往說 每隻遊戲都爆款 每隻遊戲都頭幾位 每隻遊戲都很大流水 但結果出來 都不是特別頑皮 其實你也反映它是很強的 那個業務的底部 雖然你說這一刻是鬆一點的方向 我覺得對於它來說 是有一個正面的推動 是 如果這樣呢 因為今早我又說 我不敢沽那個 我敢沽3690 不敢沽騰訊 不敢沽騰訊 那個原因 我就是在說遊戲版塊的那樣東西 無緣無故它洗了風向 忽然說體控 是的 那我就說 我自己 遊戲類版塊 我不知道怎麼看 但關於騰訊的 我可能就會 小心一點部署 因為不知道它一抽 又會抽到一點 是 沒錯 沽我都覺得不太建議 我寧願等回到去買 是啊 而且我都說 Netspec那裏 那裏拿這麼大堆貨 會不會是這樣沽下去沽 是的 它那邊就可能反而 如果真的想沽 寧願再加高一點 是的 或者它真的寧願沽3690 算了 留一點錢 是 那就選吧 它這麼多 就是告訴你 你要拿QS 還是留在這裏 我用來做什麼呢 這些3690 是 所以我就說700那個部署 阿Wafi看法和我看法都是這樣 然後另外 9988先說 因為那個放榜 放榜就急回 我剛剛看到有一個標題 那現在就跌30% 75.8% 但是最近呢 雖然它是60元彈上去 好像有 彈上去80元好像有 但是都回覆了 而且都算相對比較落後 是的 如果你比剛才說 可能騰訊或者其他很多股份來算 這一轉你的反彈不算特別強 沒有那麼強 真的不算強 其實比較落後 是的 是的 那你今天又再失分了五馬天線 暫時 上失上失 當然其實業績大體上都是一樣的 不會特別大期望的 那還有 阿里 始終本身的電商為主 就更加和那個經濟是大關連 那你對上那一季 當然 環比上港可能好些 就是部份地方是解封 但是始終實際的經濟環境是有點限緊 其實都未必說真的太過強 那所以我想整體業績的預期 都不會說真的非常樂觀 那還有 一樣是看那些展望 那我相信他都會說 其實這一刻 你說內地 無論是經濟環境或者疫情情況 那這些因素其實對於阿里 都是有影響的 那所以我想暫時來算 其實都是反覆少少為主 還有 阿里不是 因為有一件事 都要說就是螞蟻那邊 是 向螞蟻金服 不是 消費金服 我聽到是 消費金 是 消費金 簡稱是買消費金 但是現在就好像有一點理好消息 好一點的 但是不同了 戒開了 對 跟之前你說要上市的基本面 又不同了 是 但都好的地方就是 叫做走前一步 是 就是你起碼又真是多了些 引了多些錢進去 對 還有引了些人 對 類似是 是 向一個重組改革 走前一步 其實對於阿里來說 某場上都算是好的 就是 別說最終是否上市 關不關事 有沒有價值釋放那種 但是 起碼你買 如果能夠更多一步 走前一步 令到過去這年多的 監管事 覺得會斟住阿里而來的因素 可能是 會放快一點 其實某場上都算是你好的 所以你看到其實 真的前天出了這些新聞之後 那天就夾了一棍厲害 是 那天就追了一棍 那天呢 我有跟某一個 挺著名的 看好9988的古兵人 誰 做節目 然後我就問他 雖然我知道你很喜歡9988 但我可不可以撥 我現在就是在想 9988明天都出業 剛剛我們也有說過一個項目 就是 就算他這個雙十一真的賺 也不敢說到太大聲 還有整體 當然你說問到我 其實對阿里的看法 如果課長線 當然我都不會看得特別淡 也沒什麼理由看得很淡 不會覺得沒有這間公司 或者去到這個位置 還可以看得很遠 是啦 不會太淡 但是反過來 是否有個很大的上限 我又會是一樣有些保留 其實看法 跟剛才說一堆其他新金證股 是差不多 我想最主要是 就是現在那個環境 現在他們的業績的預期 以至到股值 其實根本是不會有很大幅的上調 極其量是會修正少少 所以你可能會淡一些 比如去到百多九十 就是一百天才 是啦 但是你說真的再上 可能去到百多二百 之前的兩百多 幾年後才再說 我想真的你要重拾高增長 就是幾年後 等到自己之前出現四五成的增長 是 你都沒有這個增長 你何來調到這麼高 反而我想想 就是會不會是螞蟻 等到他真的有機會再重返回來 是啦 搞定了 一步一步所有事情都解決了 甚至是自己本身業績 業務是能夠重拾增長的 我想到時才是 重新會有這麼明顯 估值上調的因素 是呀 因為我就是想起一件事 他為何需得這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說錯了一件事 是呀 然後上不到市 之後呢 其實他的運程就開始滾下去了 就烏雲蓋頂了 是呀 如果你是這樣 會不會針對當日的問題 解決了 你解決了你最大的問題 那就會一步一步好些 是呀 我就在想 所以就買那邊 我就看看有沒有什麼進展 這樣 另外呢 剛剛阿澤古也有說 就說 今天那個指數走勢 就這麼像昨天的 就是一百點波幅 給你吃 但我就說 今天我也想跟Wafi 說一些關於指數方面 是呀 我們還沒說過市 是啊 就是 我做了一點點研究 是 那我用一點時間 給我慢慢地說 說一下好 你都可以頭一頭 我先聽一下 因為現在美聯署那邊 都有一些鷹派的言論 就說過早結束這個加息 就有一個很真正的風險 在那裏 雖然美聯署那邊 就這樣說 但是呢 之前都有說 CPI數據是幾好 然後通脹那邊 又好像壓制住了 走向一個平衡的狀態 但是就有說 減慢加息 不是停止加息 所以其實加息的機會 都是繼續有在 但是今天呢 我就看了有少少報告 就是 西摩 就是摩根大通那邊 都有說 在美國那邊的經濟 2023年 應該就會進入一些 比較溫和的衰退 就不是好像今年 這樣 就好像很差 那個市場環境 還有就是說 有機會 2024年 我們慢慢 隨便 我聽著 美聯署那邊 即是他代美聯署說話 或者有機會 2024年就減息 首先就是細摩這樣說 然後高盛 其實都是說同一件事 他也是說 上調了美聯署終極 那個加息的 就是5點多到5點多 之前也說7點多% 就是 最高的時候 最誇張 那現在說 好像加了5% 都已經夠了 因為愈押出了通脹 然後就說 加息也會領到同一句話 和細摩那邊說 就是說 溫和地衰退 所以有機會慢慢 不用再加息 好似是那個市場 就會可以提高一些 吧 是 是美聯署沒有說過的 美聯署也是鷹派言論的 然後摩根大通也是 剛剛說過細摩那件事 然後我就想問Wafi 要留意就是十年尾債 那一堆其實現在的債息都回落了 去到113 我見到我沒有看錯過 113 是嗎? 你講的債價 對,債價 113 債息是3.7% 對,3.7% 接著就是 中國 其實在9月的時候 就減持了美債 那個規模是達到2010年6月最低的水平 那9月的時候 譬如你說債息還是4.3厘 我就跟Wafi說 其實如果這樣說 它是沽得挺漂亮的 減持得挺漂亮的 然後日本那邊 其實自己都有減持那些美國國債 大概是八百多億美金的 那我就是 對比所有的人說的話 還有一些國家去做一些動作 那我就會想 既然他們在一個這麼高位的情況下 都沽減了這麼多美債 是不是都已經覺得 那邊的經濟 有機會真的可能 債息不會再加 是 已經好像是到頂了 那大家都知道 美金 即是美元走勢 其實跟我們港股 或者指數 都有很大的關係 沒錯 現在美匯指數又回落了一點 好像是去到113 不是 神經病 那個國債來的 不好意思 美匯指數 現在是106點多 是的 但美元對港元是7點8點多 這個又值得很複雜 不知道怎樣計算 這是連系的問題 是的 大家可以再想一想 但是就是說 現在他們沽得這麼美 有沒有什麼看法 就是覺得經濟走向 或者指數上面 是不是都應該 有一點點喘 還是可以讓大家低位罵一罵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整體的市況來說 即是股市 或者爛賣 剛才說的債息 加不加息 各樣因素來計算 我坦白說 對現在市是 有一點點轉變了 我同意你說 其實反而可能是 每一次回調調整 去買客戶 會好些 好過你 當然過去大半年 大家是逢高於沽 是的 但現在我覺得 會有一點點調轉 逢低級 最大的情況 是因為加息的情況 是應該有個 我覺得幾不同 即是緩和一點點 是的 當然 你說是否減息 或者是否真的已經加夠 這個要再看 還有剛才說的大行 估計減息也好 其實都是難間 還有時間 都是去到最快下年年尾 下年年尾 下年年尾 後年年頭才會做 即是還有一整年 整年的風景 可以再變 我這個又不需要這麼快 覺得一定是這樣減 但整體 如果以近期 無論貴閣之間 對美債的取態 甚至乎之前 可能拉上通脹 美國通脹 拉上美聯儲意識 之後的說法 雖然大方向 好像還是鷹鷹的 是的 說得好像很鷹 但他們也有個別提 是加息的力度 是會放慢的 是的 其實如果你肯放慢 不要說是否結束 但你減慢 例如對比之前幾次 加75點 現在是加50 可能接下來加4分1 即加25點 其實你這樣減慢 已經是對市 是有個好的支持 是的 以及已經是對美元 有機會再回一點 所以我想 只要不是重新有 覺得是再大力加息 其實只是繼續玩 可能加息力度減慢 或者到到下年 可能上半年 覺得已經加完了 停了 當然停了 可能停半年之後 到到年尾才減 轉頭都可以的 但如果真的這樣一個格局 我覺得對於股市 算是有利的 所以反而先說 為什麼可能每一次 就是當然 特別如果港股為例 你這半個月升得這麼急 可能會追到起咳 是的 可能如果追不到 就等它回才買 其實它一定有回調的時間 是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等每一次回 才去考慮 那會比較好一點 是啊 還有看回 其實為什麼我現在 因為剛剛你來的時候 我就有點緊張 太久不同家民族就好 所以我要做一些研究 其實看回恆生指數 不論周線也好 其實月線也好 月線更加漂亮 不用說 一步一步這樣攀上去 我會覺得 越算漂亮 是啊 我覺得好像是 有少少少 哎 萬四 還有也有機會 對 之前那個位可能 到今年應該見了底 即過低位應該是你的 喂 今年好快 你不要這樣 那你中長期來說 即是夏天會再穿 夏天會再看 夏天會再看 夏天就是1月1號 算了 多少股都這麼長遠 你今年年頭 每一間行股 今年的目標都不同了 其實如果這樣 最樂觀的三萬七 得銀還要去哪裡 哈哈 樂觀三萬七 年頭的股 可能三萬七 不是吧 我覺得 其實沒有的 不過正路的 每個人都一定會錯 你今年的變化太大 但三萬七 真的有點誇張 那你年頭 好像有機會 哈哈 好像還沒搞打仗 對 沒錯 喂 你比GOOD 沒什麼用 你跟我說話才行 好久沒見過我 然後我就說 其實看周善 如果它是可以補得到這個小小的裂口 再上 我覺得真的可以 OK的 下回萬七 我覺得是叫第一下 可以慢慢買 就是慢慢吸納 所以就是這個小小的看法 然後你剛剛說一說 就是美金回落 其實我的心有點痛 為什麼呢 因為看到那些螢幕升上去 算了 夠掉三一了 現在 人家都初步叫定一點 局勢都 升了一元多 是 沒有的 不過 永遠這個市場都是這樣 是 更紅頂白 我就是有些朋友 就是去低位的時候 搶了很多東西 昨天就是有個朋友吃飯 然後他去了日本旅行 他說去日本等於去泰國一樣 每個人都這樣說 不過我不是 洗費是一樣 但是你機票很貴 因為機票也是一千元 現在便宜了 但是最初剛剛變零加三個很貴的 是 因為需求太大 是 你計算就不是太貴很多 他就是說 我難怪的 說完之後你才出來 東 他說得銀都脫了 不是 我就是說他去日本旅行 然後他說他買了LV袋 然後他叫我猜 他說你知不知道便宜了多少錢 就是計算 對 計算過會 他說你知不知道便宜了多少錢 我真的不知道你說 他說便宜了七千元 一個LV袋 我學了一學 還有七千元 然後還說 平時要買的一些Scarf 就是其他牌子那些 他都說便宜了七成 嘩 這麼可知 每個人都去 每個人都衝過去 但是沒有了 現在的日圓升上來 日圓對港幣就0.56 沒有 你的美金一回 你其他非美都會上去 對 最主要的三個 港幣、Yen和歐元 佔最多 你這幾隻一定會夾 其實歐羅現在對港幣是幾多 對港幣是幾多 對美金 對美金我便宜1.03 高位其實那時候是 最高 1.3幾 4幾都見過 1.4幾都見過 很久了 所以待會他會不會有些氣息 否則貨費 不斷對 另外大使的看法 現在已經說了 然後再說 我剛剛出了一宗新聞 不過是台灣那邊 因為我看見今天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大消息 內訪那些我又不想說 內訪不要說 而且沒有什麼特別新的 今天沒有新的 沒有 今天是2007 但今天又升了 2007 沒有了 然後我就看到沒有 看看有沒有什麼異動 先說一說 蒙牛 蒙牛叫義勇 沒有了1% 整份古靈性 然後再說一說 就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什麼特別 都是網易 還有壓力健康 因為還有剛才說的那些 什麼 什麼 20 哦 那種 由來互動 那個叫什麼 仙古 對 豪子顧仙古 真的 然後我另外在台灣那邊 其實就出了一宗新聞 就是講一些晶片股 嗯 晶片股那邊 台灣那邊 比我慢一點 因為台灣字 有一點要調整一下 怎麼說廣東話 不是 他們有時候說的 語 那些叫什麼 是 有些不同的 對 然後在半徒弟那裡 有一些突發的消息 其實就是台灣芯片的法案 其實都已經通過了 那條法案 就在說什麼呢 就是 大幾條大幾條那些 不說了 但是就是說 要幫他們 減輕他們的支出 嗯 就在說 第一件事 就是提供一些 比較創新的研發支出 25% 就可以抵減了 那個年度的 所得的稅額 因為太複雜 簡單一點 然後 另外 如果你構字 是用於一些 比較先進的設備 然後 就會支出 5% 都可以抵減 抵減 又是這個字 抵減那個稅額 總之兩樣東西 計算 不超過你這個年度的 營業事業稅 總之都是稅額 50% 就可以了 那就是 它是幫你減輕了一半 總之是減稅 對 即是成本輕了 可以這樣理解 會不會是 即是他們是說 史前以來 最大力幅度的減稅 對於這個行業 所以巴菲特 他是買了這個TSM 不知道 我們要陰謀論點去猜 大家實在是預先收到的 就算他不收別人 也會售 我也叫他買 很多時候他買東西 不是他主動去買 人家來售 你買我的東西 那你也要提供 為什麼要買我的東西 有些法案 那些東西 都不出奇 所以就是 今天這個法案出了 就已經確定是會行的 然後就好像據聞 是下年就會開始實行 好像是下年一月 我記得 一月 就會行的 Anyway 我就是說 如果這樣說 跟股神買TSM就當然了 是 但是對於這件事 在我們香港那邊的晶片股 是不是就已經可以GG 不用看呢 因為前排都真的升得幾行 都跟過一下 是的 真的幾行 其實前排都是借小跟下 還有都是因為要殘 炒上來 同步來講 你的市場都在彈 其實你過去這半個月的市場 彈 基本上什麼股什麼反法 都有彈 彈都彈少 所以這個 就真的不等於 大家對香港上這堆 收片股 是特別樂觀 或者有什麼很大的看法 因為最大的情況就是 一來 就算說這個收片法 可能你比較簡單去想 至基本上可能TSM會受惠多些 因為它真的是台灣 是的 但是你可能對中心 對華航這些就不會有什麼受惠 其實美國那邊還來打壓 是的 沒錯 還有另外一邊是中美 所以再加上這些 又沒有股神加持 即是你都是 即是TSM有的 其實沒有 你說股神減持 沒錯 所以整體來說 我又找不到太多原因去選 即是911 1347 那些 當然兩隻相比起來 可能一三四相會比較好 因為受中美影響會比較少 因為它比較低端 還有它的業績 其實是 對上一季是 遇到它之前的目標 還有對第四季展望 雖然還比賽是沒有增長的 但是比中心的展望是比較好 它是不是今天出業績 出了 上個禮拜出了 我沒有留意精片 它和中心都上禮拜出了 對 所以現在這樣說 應該都不用再看這些證明 沒有什麼誘因 沒有什麼提問的 嗯 它有條問題 要先看一下 很長 VHSI 是 不知道是什麼 我不知道是什麼 恆子波褲指數 哦 VHSI 你打油的 你打圖 在圖的箭咀選 我想問圖的箭咀在哪 不是啊 我給你 可以這樣 先進科技 我這一個 什麼啊 我以為你說的箭咀 有什麼很多箭咀 這裡 VHSI 你看下面有的 那為什麼我不直接打 英文 你也可以 我幫你打 因為你只給我一個箭咀 因為主持人是這樣的 我就是只有一個箭咀 我幫你打 我幫你打 你找到 然後你看完題目 不知道 低位彈了四千點 第二 中國五年十年 不是啊 國際這陣急跌什麼事 沒有啊 先看一下 我要找了 沒有你就沒有 不是我要找了 因為我打原來是沒有的 你可以先解答 A股年尾上了三千四 我想先解答第一個 VHSI 顧名思義 就是恆指波幅指數 理論上 你可以理解為類似 美股那邊 大家經常聽 VIX 就是波動指數 理論上有時候市好錯 或者下跌 就一定是這個波幅指數會上升 所以這一段 當然這一段是會上升 但是這一段是會上升 但是這一段是會上升 波幅是大的 我找不到啊 我真的找不到 我不是開玩笑 那算了 因為這一段的升勢 其實算是急的 就是你低位上 你剛才說到三千百 那高低位 那所以 令到就 扯高了 VHSI 其實是很正常 那這個我想 如果你說從實際操盤 或操作角度 有什麼要看呢 我想是 期權那些可能 要留意多些 或者有部分 可能玩衍生工具 留意多些 因為特別期權 如果你想上升勢 你一定要留意 隱身波幅 那你的HSI 高了那麼多 理論上指數 隱身波幅都扯高了很多 那如果最怕的一點 就是隱身 你買中方向 但如果它縮起波幅 其實是會虧的 我真的找不到 所以如果這一段 這些位置 假設你覺得它上升不了 反而會下降 甚至你覺得它不會下降 再升也好 我會建議 開鏡片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吃了那個縮鍋 但問題就是 你開鏡片 要自己留意 沒有保護 這個風險 可能就會大一點 這個當然我想 又玩開到 會大它明白我講了什麼 所以這個 我想從這些角度來說 會是要留意多一點 因為我沒有玩開 所以我應該是要 重複你剛剛說的 所以我也是 簡單的說一下 我轉頭要聽 因為剛才我只顧著 找的時候 我沒有什麼 是否都是找不到 找不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散光的問題 可能我會體漏了 但問題就是 A股年尾 年尾都很快 又不能彈上去 3400 現在3243 A股年尾 我覺得有這個機會 其實這樣說 如果A股能彈到 3400的上升 其實理論上 港股應該不會太差 因為兩隻都傾向是同步的 那你沒理由A股升 港股自己是不行的 這個都少機會一點的 所以現在A股那邊 都是下來 對 我覺得兩隻是配合的 但是我覺得 為何年尾有機會 炒上去高一點 一來其實A股的股值 都不是貴 而二來我想衝勁都有 因為特別下個月來講 會開中英經濟工作會議 是 我覺得 都有機會開始醞釀 一些政策 有沒有機會真的會出 會成去刺激經濟 還有 最近開始 其實久不久 明天是炒復償 是 雖然實際疫情是多的 剛才我們說的 廣東 兩萬 甚至乎 就算鬆 都不是說 一下子今天宣佈 明天什麼都沒有 一定不是這樣 但是一個進程 例如之前 由7加3變5加3 慢慢減少 慢慢減少 其實都可以炒 所以我覺得這些因素 兩者配合之下 其實 年尾要上升上高一點 我覺得機會性是有的 嗯嗯 但是炒復償呢 他 揮揮說扮不懂 想男嘉賓照顧 是 你又不知道 Wafi平時照顧我多少 是 然後我就說 357 那個 服償呢 其實原來我走掉了 357 但是如果現在這樣說 說什麼 5加3 雖然都應該 沒什麼人會想過去 5加3 都是麻煩的 都是要繼續 被人困 但是你覺得這隻美蘭空港 其實有沒有什麼看法 為什麼我會說 忽然間想看看 雖然他 現在回到一點點 但是我看他的成交量 其實不多 是 就是下來的成交量 不是說真的太誇張 是啊 其實孤雅不重 是啊 你覺得這隻如何 其實是OK的 這幾隻 譬如這隻好 或者一些 航空股 或者納一些 旅遊相關 其實全部都是炒這個概念 是 所以理論上 你再鬆 其實是一定會受惠 一定有炒作 是 還有以一隻美蘭 其實本身 現在的股值 我覺得都不算太貴 而且他真的堆了很多 其實堆了很多 其實堆了很多 對 堆了很多 當然 還有你所說 這一轉 升了那麼多 但是下來的話 其實沽壓很少 是啊 我想都是保持大進小回 但是唯一比較差 是昨天的針很長 知道 是啊 這裡就差一點 可能等低一點 但是這隻我覺得是可以留意的 不是 如果以短線日線圖來看的話 就是有少少養衰 是的 沒錯 但是通常如果我是要偷這些 是周線的 是啊 就可能長線地看 他現在算不算 都是想突破這個下降 還有五十周線的圖 那條線 五十周線 就是五十周線 現在十九元的圖 對 沒錯 碰住了 如果破了就厲害 因為你過去 都壓住這條線很久 是 從去年年中開始壓到現在 去年年中是他們爆得最厲害 是 對 所以 可以保持一下 我同意 我覺得這隻是 如果長線之選 可能我會想 這個 然後 舉報 遲些全中國都不會做 即是怎樣 即是不做核酸 不做核酸 我覺得未必 都會做吧 對 未必 但美南空港 繼續搞一夾 上海復旦 這個也是 聖片 我沒有記錯 但它有些不同 所以它股價 股價一直以來都很強 那個不同就在 你可否可以 那個業務都不同 詳細一點 那個業務都不同 我也看到 這個 周線圖其實都 它不同中芯和華航 那些是真的做那顆芯片 它是比較 再厚一點 中端 中下游一點 它做IC電腦版 那些 所以 理論上說 它又不會太受 什麼制不制裁 什麼技術 那些不關他的事 所以它的業績 一直以來都 交到就是這個原因 是 因為它那些 IC電腦版的需求是大的 是 雖然業績是強 估值也是可以比別人高 雖然它是放在芯片股裡面 但其實它不是真的叫芯片股 是 是 它是一些電腦版相關的 即是做一些電腦版 類似 所以會好一點 而且它一向就是 北稅 哦 是這樣嗎 是很喜歡的 我就是剛剛 我忘記了轉做日線圖 好了 開回周線圖來看 其實都可以 可以 其實全部圖都可以 它純粹是現在橫行 周線就在整固 在高位 就是這幾元裡面 上落 是啊 但是整個圖的 trend 還是上升 都還好 是啊 嗯 我覺得如果Ry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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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 我覺得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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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香港也要你做 李嘉超BB都說不會再討厭 討論這個零加零 她說不用談 不用談 直接落你集 別再說零加零 都沒有分別 零加三和零加零 麻煩了幾次核酸 瘤鼻 現在是瘤喉嚨還是瘤鼻 我還沒去做過 明天問一下Vivian 之前是兩樣都瘤的 不是只有兩樣都瘤 之前我去檢測中心做 是鼻和口都瘤的 醫護是會幫你兩邊瘤的 這麼誇張 對 現在變了就不知道了 你多久之前 不是很久之前 上個月而已 因為我只是瘤鼻 自己快測就是 不是 我意思是 如果我去醫院 我去醫院 譬如探人等等 他都要你做快測 一定要你去醫院 他就只是替我瘤鼻 不知道現在是怎樣 不知道是不是間間中心不同 石家莊 石家莊不是好像沒有爆嗎 不知道 全部中國唯一一個最 是嗎 是不是 我忘記了好像有人跟我說的 爆得很厲害 這個真的不知道 我已經忘記了 然後講完這個 299 有沒有得上11元 其實前排已經 差不多了 早幾天十個半了 還有呢 雖然我不知道關不關金價事 金價回來了 自從美國那邊幫俄羅斯承清了 這件事 我幫你俄羅斯承清了 不關他事 對 我覺得這件事很公道 沒錯 那我回落下來 現在那個金價 都幫大家夾一夾 馬上看 對 金價 我快點 1765 你快點 1765 1765 石家莊已經放了出來 說不用做核酸 是嗎 觀眾為什麼這麼多這些消息 真的厲害 因為他們真的是吵架 但是連石家莊的消息都知道 我就是看到一個地方 是沒有爆到 是全中國唯一一點沒有爆到 然後就 我傳石家莊解封 成首的CD 你檢查到了 真的有 石家莊已經有一個防疫出來 清零政策的狼來了 大家可以看清楚 但是先說這個299 我覺得 如果你說 其實近期都上了十個半 其實11元真的 都可以叫做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 如果這些位置 你才去薄望11元 我就 一般的 還有會不會裂口太多 是啊 一來裂口太多 二來這半個月升得太急 是 夾了幾個概念 一來當時 當然都是那師兄 其實那師兄剛才說 全部都升 而二來 因為剛好過去這一轉 又炒一下美金下 那些金價又上 又夾上來 是 但是實際來說 一方面 我想到這些位置 你也看到 難再升上去 是 因為美金 亦都開始定了一點 即是 說就說是下 但都是回調而已 即不是轉勢 因為剛才都說 加息指是放慢 不是加元 或者不是減 那美金是不會太弱 只不過是不會再爆上去 現在講完美金都7.8元 是的 都是落著這些位置 所以對於金 我想只看美金 都不會特別再升 而二來 我想金價過去 除了看美金之外 是炒的幾個 有沒有通脹 即是 例如是抗通脹 或者有沒有什麼地緣 但這兩樣東西 其實現在都 似乎不是有什麼特別炒 通脹又炒回落 而二來剛才說 即是近日那些飛彈 但結果又澄清 又好像不關俄羅斯事 即地緣政治又好像那麼緊張 不是那麼升溫 所以我又找不到什麼原因 覺得金可以短線 有一個很大的升幅 是 這是第一點 而且本身至今 其實除了看金價之外 不是 銅價都重要 但是銅價最主要的方向 都是看經濟 但是經濟 雖然說很多行業 覺得下年 可能美國的衰退 會有 但是溫和一點 沒錯 這個我同意 但無論是否深度的衰退 還是淺度的衰退 都是下降 所以對於同一個因素 我覺得都是偏淡一點 所以兩個因素加上 其實我想紫甘應該比較難 有一個很大的聲勢 找到什麼好東西 因為我今早介紹了一個 譚信發慶 然後我不知道我怎樣看街貨 然後有一個人就教我 是要按打打打打打打打 然後現在就立刻叫我按打打打打打 應該要聽下我前老闆說香港的新聞 就是蕭若元先生 他說石家莊的消息是昨天的 那也不知道 不知道也很正常 因為我沒有留意石家莊 因為我沒有聽 我沒有聽 我只顧著在研究 那些美金的走勢 和恆子的方向 因為我現在在想 剛剛你有說過一個項目 近來我也有想過 會不會現在的底部已經見了 然後做一些部署 所以我說我今天和昨天都在做一些 研究和資料的東西 研究中 那石家莊這些東西 確認了 才繼續走 而且也是只有一個點 是 我再說一點點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是最快的 200他說北水 昨天入了14億 在200 因為大家都知道200 跟港股掛勾 是 最近好像多了一人出了200 都合理的 因為反過來說 一來你 刑副基金是 理論上看個恆子 看個市 你買得意味著對個市 看得好 也有機會就是 北水有可 或者什麼資金基金也好 你又沒有特別什麼標的 那你純粹看好那個港股 那你就買個指數 這個是很合理的 近來 北水入這麼多 其實我覺得 還是要重視一下 所以剛才也說 港股其實不是太淡 我覺得是一個借勢調整 所以調整的話 去買貨是可以的 好 那因為趁少少時間 我要趁忙 看完鹽庫基金 因為有少少都想趁樓底 那我想不想申報你 沒有持有 好 隨便吧 那我們下個星期同樣時間 好 Wafu都會繼續上來 我要適合你的時間 好 我們今天不見了 拜拜